呃 我盲猜KRG这把要绕监狱岛 先看这一侧 来了马 将智龙打掉 Pero按刚才的开车速度来说应该是踩到 嗯 他踩到 而且这边悟空的人还挺多的 不少 有意思 哇 死血 对 这AZ应该爆了是个大惨 但是只是小组一个人 小组能不能转起来 先把分数扶掉 好像是一打一 小组说过如果 啊 一打二 一打二 是的 是 一打二 我刚看他击倒两个因为他上跳了个人头 然后我在想呢 那就是一打二 一打二的话 哎呦 有队友呢 队友呢 来个人不呼吸的快点 快快快 派个谁来 强子别怕 兄弟们来了 来车来车来个车来个车 真不容易啊 哎呦 我都泪目了 这是诺曼底登陆 这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人交代在这了 看FM车开DT脸上了 天地地埋着的 第一时候没有出枪 放头车 放人先放人 要被包起来了 还有最后一个尾车 蒙宗全 蒙宗全是硬着头皮往里冲了 现在就是 关键是正面没打过 阿伟是把宁甲放倒了 居然是被突破了DT这里 他这个防线看似是 其实对FM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包夹 但是他近点倒了一个人 而且我懂了 外面有枪现在冲 悟空一直在骚扰那种坡上的人 DT只能回缩 而且这波打起来 周围的队伍很有可能是有 这样的话FM其实还是逃过一截 这个时候可以慢慢的去蚕食DT了 是不是要踩雷 他厕所里面其实有一个人 这个脚步听不到吗 是的 另一边 求求你们了戴上耳机 XCG打起来了 是的 黑猪应该是被埋掉了 但是里面的人动了 他真的就 没听到 有可能是周围枪线 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但是撞到只能被迫停住 XCG扔雷 位置已经被滞留住 这点是天路的枪线 XCG拿到这个人头 嗯 就这样扎的话 KRG之前的运营就等于 基本上是白费了 这么扎是等于无视野的盲扎 对啊 对吧 他这个圈水域面积太大的情况下 其实海边是很难走的 是的 这有点着急 正好是快刷圈的时候 嗯 然后就已经排水了 接战三 露露倒地 是的 是前点位 没错 太危险了 不会往前走的 先往后拉一拉 同样的 SMS也是这个想法 正好被下坡的烟二看到 玄子已经被放倒了 而且这个时间接地想要救吗 半坡有人是在架枪的 这个时候露露已经被扶起来了 马上就要站起来了 是的 等露露打玩意儿的话 这部就是天没可以打反扑的 齐五刚才一直在远点 稍微的抽两下限制下 但是脸上烤鱼被冲了 算是被冲了 就是一波对枪 他站的位置没掩体 你没发现吗 对 而且又是被激活的 刚才他有出过枪 大概方向是知道的 齐五用AK击倒一个 这七五AK用的是真的好 他往下坡转移 他就凭借着剩下坡一直在动 还没有等队友 等一下 小海带人投注 是 七五刚才看到 露露的拉的下坡的位置 他想用闪去打开脖口 刚好接枪 差一点点 这AK其实蛮猛的 你看小海的血量 没错 而且timing抓得很好 露露刚好就 嗯 我切 然后就老陈 Forever成为PCL联赛 第二位达成 800出场的选手 老将 这部网桑桑 没错 网桑桑又倒了 这个时候林强还要管 他管不了了 因为甜美已经贴到了脸上 只能走左边这个群牙 DDT想要汇合 这一侧的话 也是被Forever狂抽 但是Forever只有一杆枪在抽 DDT是少了一个的 是的 好多枪牙 速球再抽 空的119再抽 出现了意外 而且还补了 打了一个小轩 还有一个雷梦 托达你远远远远远很拉 莎莎莎还可以救 DDT可能想拉近点 扔扔雷 这个位置 毕竟很好人头之物 他这怎么被补掉的呀 车可能又滑了一下 砸下来了 是的 牛还比想动车 他不想跟实际在这里打 因为地势太拉了 是的 实际踩到这个反波 这个时候主动拳的 DDT快 一斜摸 哎呀 这是蹦蹦的问题 对 实际这边打两个 牛还比过来 悟空的弗兰一在等他 他路过了 整体在北边 其实牛还比这个 慢推啊 在北边其实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对 这种能打两个 是的 他的这把 AK 来了来了 得贴近点 因为AK其实这个溶突率并不是很高 实际去攻双人防须的悟空 他在看 嗯 偷偷摸摸出枪 打了一个 嗯 有点晃枪口 很紧张 但还是打掉 毕竟是消音AK啊 是的 看吧这边也是把AK横拉 但是被柱子卡了一下 是的 他被卡枪口了 林强帮忙 冲突二架 686 哇 这一波CTG 三个人的正面作战 是把天马瞬间摧毁 别急 还有 RBS要来 要来拿分了 续集来了 先补 林强不知道啊 是的 泡泡这里 后退了一步 其实泡泡刚才差点被补掉 但是林强这里因为站得更靠近RBS 是的 那也倒了 愚人很关键啊 把泡泡的分给K了 是的 很细节 嗯 他知道这里有个倒地的 是 是 因为扣的19是放到了New Happy的男奶 在之前在房区当中也吃到了信息 New Happy人不多 他不去清房了 他好稳 真稳真稳 真的好稳 就一个人啊 其实可以轻一下 过点迈田 没眼体验 连续放到两个角度 这么埋子 非常的成功 打了三个人 将这边很细节 给队友封克烟自己往前顶 萨达这个时候 销毁的位置找不到 全是草 有反坡 有视野遮挡 看不清楚 还在排 RBS去冲到天梅的脸上了 我将这个雷排得很准确 是的 时期这波的位置太差了 就是他这个平地跑嘛 等于说是 RBS是来到了天梅的领地 这个时候是三分混战 天梅被夹了 本来是4M打 天梅就是防天梅 就是往前进的 但是RBS突然来了 然后天梅就稳稳被夹 所以他天梅连打反击的机会 都没有了 RBS趁这个时间 赶紧救队友 救起来一个 还是张大哲 但是一颗雷 皮克兰不给机会 手绝不松 鲁鲁在中间埋着 再来一颗雷 没有用 在雷的跟前 都一切无所遁形 没错 再来一颗 因为你锁定的 就在这个烟团旁边 是与此同时 天梅在北部 居然推起来了 他又推了一个队 接下来是残变的悟空 FM是四人放弃 老家的鬼属拳 直接拉出来选择轻分 还是就哇 这个枪线拉斩 没有任何办法 是的 FM从内波开车定住之后 他的整个机会 是打了DT 打了17 然后现在他准备围剿悟空 但是他没有想到 DDT来了个扣的 屁股被偷了 悟空听到这个信息 想跟DDT 同时把天路给夹击掉 真夹击了 三个方向 圈里的GFY 和圈左侧的扣的DDT 同时 Niu还被两个人 偷偷摸摸去把家给偷了 一个跳起来 龙宗泉把Spaceman放倒了 这个时候FM选择 直接往前去顶 扣得想摁一手 但是发现这里可能有 因为雪魔是在旁边挂鞭的 往后推 往后背一下 背后有掩体 就这个点埋着 但是因为P格南还没有到位 还有不定因素 就是还有物资里的独狼 但是RBS现在已经 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 对 一颗雷在脸上 雪魔这个血量 这个血量根本没有打起来 扣的走到了物资里的脸上 踩了这颗雷 这颗雷其实是很好的 帮助了FM去清点 是的 防区变成了独狼对独狼 悟空的两人边只摇过来 GFY也派了三个人过来 这个场面可太热闹了 左上角 只有Nu Happy在南部独自美丽 Nu Happy是把 R头目带救人 应该是满边 FM救起来了 对对 刚才有点重 12杀了 是的 有点重合 刚刚对标吓我一跳 我还在想刚刚会不会减缘了 现在GFY是三人边 FM是满边 木子里 他因为在白身之外 因为 所有的枪声都是想在北边木子里 这边打了一个 我都说了 他这个必倒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就是要倒 嗯 这个时候FM要推了呀 对 你补枪没跟上 就出来 嗯 这个还不好服 烟材刚刚起来 这样的话 FM直接踩脸 就在烟团当中 P格南一马当先 南部放到龙东拳 还有一个 被P格南抓到 P格南又拿到了七杀 最后Summer Summer这个时候 有没有击倒很关键 因为UIP来了 是的 Summer 现在龙东拳是倒地的状态 Summer绕到了蓝圈之外 被发现了 周平洋放到了阿伟 局势瞬间逆转 二打二 我觉得Summer算是间接性的 帮助了Nu Happy 放到了一个人 是的 是的 Summer想 我终于撑到 这块大岩石的岩体很关键 听到了 他完全 有点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就大脚步的跑过来 是 他也想要拿这个石头和反坡 还剩P格南 有点难 这一把 因为Nu Happy 至少有一个满级三级套 是的 但是这把P格南手感很好啊 满血三级套 周平洋是一把大局 先扔一点闪 高达地正好有一个测试的time秒 哎呀 恭喜周平洋 在最后的决断当中 还是加到了